美国各地的人都开车骑着机车过来 那非常壮观 每年一次 也是每一次每一年开完那个会 听说就可以养活那个镇 还有附近几个镇 一年两年的这个生活状况 所以那个地方完全适合这个机车队来 然后政府也支持 甚至把当地那条街改了名 叫Gay Street 完全就让你们感觉高兴 所以你看这个经济模式 现在有同性恋经济 还有这个美女经济 有地方专门选美 这个中国学者我发现最爱反思 开一个达沃斯论坛 一下列了12条 就说我们中国这些小城镇发展 为什么没有自己很多地方 没有自己的个性 我甚至还想起前两天 我看一个新闻 说是河南那个字我都不认识 什么什么部州 批州 还是一个地方 说那么个地方 你说他就搞这个市政建设 他搞什么呢 他要追求跟中南海一样 甚至他就叫中南海 叫什么叫中南海 然后呢 政府门前呢 那条街 他不敢叫长安街 他叫长安路 附近呢 他要走 他要去北海 西海 南海 不是这个个人的心态很有关系 他可能中国可能这个数千年 遗传下来的这种帝王的心态 每个哪怕的一个小镇的镇长 我如果当了这个小镇里面的一把手 那我也常常说帝王的一种姿态 帝王的一种味道 是吧 那我来感受一下 虽然是假的 要我说南京那个被判了刑 那个房产局长抽那个烟叫什么 这个名字起得太方了 你知道吗 叫九五至尊 你那个房产局长 你什么官 九五至尊是皇上啊 对 那不搬你 对 但是反过来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发展阶段也有关系 你看这个瑞士 这个达沃斯 我相信他如果在两百年三百年之前 当他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时候 我不知道当然是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啊 西方人可能不一定 完全像东方的那样要追求当帝王 但他可能也想追赶当时 发达于他的 或者几倍几十倍发达 发达于他的这个地方 但当他1971年 他成立的时候 瑞士已经是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了 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所以那时候他有很平和的一种心态 我们中国人现在心态 其实是处于一种 我有人说我们是既强又不强 或者强而不强的那种心态 一方面看上去吧 好像很牛了 但其实内心还是很脆弱 你说这个心态 郑重这个马先生下怀 他最近关于达沃斯论坛 看了一些网友们的这个意见 不仅是网友 还有很多专家们的意见 的确是看了有些感觉 有什么感觉 就是那个没有 就像邱先生刚说 就是那个可能以前亚裔的太久了 现在一来中国崛起了 就像这次的会议 在那边主题我们都知道 什么重新建设 重新思考 重思重建重重设 然后好几个大环节 都是以中国作为主题的 甚至有人称为说中国密码 就是中国好像为什么能够长期 那么长而有力的经济崛起 然后邀请了很多中国的老总去演讲 你知道中国的老总一出门不得了的吗 袭击两个助理七个 发型师三个这样带着 我猜那个首证这阵子一定马上 突然多了很多中国菜馆 而且中国老总一出门 一定要吃中国菜的 搞不好家族都带着 我觉得那个第一个看到了很多关于那边的花边 比方说的确是在那边 还有人在那边吃饭开会 还到处问说能不能花人民币 还建议说你们应该收人民币才对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他一夜之间 我们以前说一夜暴富 暴富以后他的心态一下扭不过来 再加上本来那种穷棒子翻身 这当然话说的有点难听了 穷棒子翻身 所以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封建传统当中有的那种 如果一个人马上上去之后 马上有前呼后用的 这方面我倒想到 最近几年大家在谈那个美代军兽 对奥巴马有很多批评 其实奥巴马访问 访问中国的时候 访问上海的时候 就那天他第一站不是到上海吗 而且是下着雨 有一张照片让我 引起很长时间的事 说他是一个人打的伞下来了 走下悬梯的时候一个人 你表面上可以看 就是一个很孤独的美国总统 是一个自己打的伞的 如果是我们的话 至少是前面有个警卫望 你开到吧 要让这个总统不要摔倒 摔倒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吧 而且是在下雨的时候 是吧 你至少后面有几个人护卫吧 前呼后用 这个是很正常 邱先生这个问题 我跟内地的一些当官的朋友 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前阵子中国不是 也有一个很年轻的什么省长 还是市长 很多了 也去考察 然后旁边就有人打的 29岁的一个市长 对对 后来我跟朋友们讨论 他们说不行啊 嘉辉你在中国当官 就算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排场 人家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 你会很难做下去 官场文化 对你不这样给人家打伞 你也有打伞 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这主持人 我去给人家主持一个活动 我没有助理的嘛 我一个人背着包去 他不让我见的 他不认得你 你这么一个人来 我说我是主持人 不可能 主持人的身边至少跟着三个人 现在有什么时候想要找你演讲 找你主持人 首先你有没有助理 先给你的助理谈 那先找他助理的助理 教子得要人排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